双十一包裹大军地域室进攻超杀 门口被纸箱包裹墙重重包围 两侧堆满门口不够放 包裹被放进推车 直接堆到旁边停车场也全部放满 外面还有三辆大货车等着载货 超商里早就塞满 看看内用驱落地窗 原本还能看到外面的包裹墙 一个上午过去 落地窗也被包裹淹没 消失了 电源PO文 卖个仔来 超商爆炸了 网友笑说这下超商变成转运站 宅配夜的黑暗日来了 电源会被操死 从早上里获到清晨 厌世的还有这一间 电源说店长笑嘻嘻 电源觉得悲惨 包裹堆得像沙包 一包一包全部堆满玻璃窗 只剩下椅子露出来 内用驱自动消失 电源收货收到好心累 有物流中心喊话 卖个背货舱也爆炸了 还有人崩溃贴出海啸及包裹海 满满的纸箱炸满物流仓库 拼业机双十一一天延长变一个月 包裹海啸一波接一波 物流跟超商店员上班好厌世 感叹每逢双十一 整个月都是战斗日 记者邓门林智慧 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